请问你是否有想过 要如何增加你的沟通能力吗 那么今天上完了这个工作坊以后呢 我会更加懂得怎么跟我的家人 怎么跟我的员工 甚至是我的另一半更好好的沟通 你清楚知道你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吗 你清楚知道你的团队真正需要什么吗 而不是意味的讨好 因为他们都是不同类型的人 懂自己是普通人 懂别人才是人上人 要以对方要的方式来给予对方 我第一次是真的顶不顺我举手 不要买 找到那个我已经找到的那个法案 如何去以我另外一班 配合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 DISC主要除了帮助到工作上 也帮助到身边的所有东西 包括就是亲情跟家庭里面 今天呢我真正的明白和 理解到自己本身的一个自己的性格 然后也明白其他三种不同的性格的处理方式 还有他们的价值观是怎样 这个DISC太棒了 他完全我就是走出这个客室了之后 我跟我团队的每一个人的同事 马上可以迎接了 用别人需要的方式以别沟通 DISC 谁让我们希望赢富 选择 咱们知道我们确的性格是蓝紫拉秀 哈哈哈哈 再深入一点 有没有看到 我卖你的是温馨的感觉 我的名字叫Paledine 通过今天这个DRSC的工作坊 让我了解了很多 人与人之间的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不要相信你自己以外 你要知道你家人是什么 那你要用他需要的方式 去与他共通 所以我邀请所有很想改变 自己跟某人关系的 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坊 想改变的话就一定要 报名我们的DRSC工作坊 PODNEX DRSC WORKSHOP APPY!APPY!APPY! PODNEXD